爸爸 再见 爸爸 再见 爸爸 再见 消失吧 爸爸们 童话王国的孩子们 已经不需要爸爸了 不 我们不要消失 小朋友们都有爸爸 我家小雪肯定也需要爸爸 没错 我家孩子肯定也需要爸爸 是吗 小雪 你怎么这么办 让买个东西都能买错 对不起爸爸 我重新去买 算了算了 一天天什么都做不好 天天就会看漫画书 以后不许看 爸爸真是太过分 从事这样乱发脾气 我讨厌爸爸 我不要爸爸了 又不及格 你当妈妈的是怎么叫大宝的 我相信大宝 下次一定会及格的 下次下次 你除了会说下次 还会说什么 爸爸 你不要跟妈妈吵架了 我一定会好好学习的 大人的事情想好烧果 这是一个都不让人生心 爸爸为什么总跟妈妈吵架 看妈妈伤心 我可以只要妈妈 不要爸爸 妈妈我想学跳舞 可以啊 可以什么可以 学跳舞有什么用 不许学 可是我真的好想学跳舞啊 我是你爸 你得听我的 不许学 爸爸妈妈 我吃饱了 出去跟朋友玩了 好啊 搞什么好 不许出去 我是你爸 必须听我的 爸爸什么都让我听他的 我讨厌这样的爸爸 可不需要这样的爸爸 乱不脾气 跟妈妈吵架 讲迫孩子听话 你们这些爸爸 没有孩子会喜欢的 我们知道错了 可以给我们一次改正的机会吗 召唤 孩子们 你们愿意给爸爸们改正的机会吗 我要想想 我也要想想 我 我还是问问小伙伴们的意见吧 伙伴们 如果你们觉得 可以给爸爸们一次改正的机会 就发送个论 如果觉得不要给爸爸们机会 就发送七七 快在评论区告诉我吧 欢迎 你 为什么 你 爸 我